结果也还会是一样 我一直很坚强很坚强 可是你知道那坚强是因为你在我背奥 我把你当作我最亲的亲人 把你当作我 可是别人觉得我很傻 为什么要跟你自己下去 还要坚持在这里告白 因为我很多很多舍不得放不下的东西 我知道爸爸有对你说过 他有强小背着我叫你打电话 但是你今天为什么非要这样 非要在台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你每次跟我说 说得不禁不住 但我可以说我这四年来 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就算面对这么好的一个女生 可是没有他 以前我们俩不是这样的 其实刚开始是没有这样 但是 我之前一直没有说 就算没有连连 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的距离 真的已经变得越来越远 就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是吗 就因为林丽跟你是校友 跟你有共同话题是吗 就因为还 有钱 你现在 我每次都很努力 你说想让我看书 可是你并不是这么做的呀 你天天只知道逛街 看电视 有时候我让你看一本书 你都跟要了命似的 那些因为我真的很累 是我非常感激你这四年来的复苏 但是现在咱们已经没有共同话题 而且你现在 只想守着一目三分天过日子了 可我 我还有我的理想 我真的还要奋斗 但是我 但你未来的懒惰没有我吗 难道 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呀 就算那时候 我可能什么都没有 但是 但是起码我敢说我不后悔 那么说我就看错你了是吗 以前你不是这样子的 对不起 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付出 其实今天来的时候我就 做好两手准备的 你不知道 我今天妈妈对你更好 你觉得是她对小语好 还是你对小语好 说真的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她成熟 我比小语 我比较幼稚吧 我就喜欢 没有想那么多的去在一起 可是她毕竟和小语经历过这么多 所以说一个男人帅 未必能够扛责任对 所以下次还找帅的 看情换漏 有进步就好 虽然我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 你想走啊 你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走呢 该知道都知道了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好 谢谢 那我就送你一句话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得到了财富 是财富得到了我们 知道 长得帅的男人未必靠谱 好 请回 好 谢谢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接下来可能 我想 我很想去另外一个地方吧 就是换一个 重新开始 对 既然她说我不想进去 我自己学习一下 我充实一下自己 如果你真能用那样的方式爱你自己的话 我相信有了梧桐树 不仇心凤凰 谢谢 其实她今天能够来 也是她已经是一个那么年轻的男孩 算是还对得起你的一个表现 有的时候呢 现实是很残忍 但是其实这也是你的选择 我们就要勇敢一点接受这个现实 好不好 其实我知道小慧会点头 因为她一定明白了 第三者根本就不是灵灵 而是钱 既然抓不住 可不送一场 对吧 贫穷并不是丧失道德底线的一个理由 更是坚守的理由 你坚守住了 所以我们很佩服你 我经常说爱人七分主义 剩下三分爱自己 你爱别人 爱得掏得掏得都掏得没有自我了 所以你的情绪是随着他的情绪而波动 他高兴你就高兴 他不高兴你就不高兴 他走了你就失落 你已经没有了自己 找回自我 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失去自信 好不好 祝你幸福 谢谢 谢谢 也许小慧和小慧的爱情早已千双百扑 但这四年来 小慧的坚心付出 早已改变了两人的生命轨迹 无论小慧最后所出的什么选择 我们都希望 她对小慧心怀感恩之心 同时 我们也劝其这位年轻人的好